我们将看到另外一场大家非常期待的比赛 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明星赛 这是一场中泰顶级拳王的对抗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泰国拳王 他是身经百战的泰拳顶级拳手 他的躲避功夫 腿法 拳法 天下第一 人素外号 战神 04年 K1世界冠军 08年 SKKZ泰拳世界冠军 09年 WBC世界排名第一 10年 WCK世界冠军 10年 WBC次新浪级世界冠军 交代拥有者 他就是战争 泰拳王考过来 12年十月份 12年当时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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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 1901年 2021年 19 20年 他們會感受到不動作為獨立的 其實我會感受到很高的到處 我認識了一個很高的事情 但是我想跟我感覺到 我的生活 會感受到有很多的國家 我會感受到你的不同的國家 我會感受到這間地球 我會感受到你 我 Were害得到你 我會感受到你的地方 離開如果和你裏 的 反正我所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战胜 太阙王逃过来 请大家掌声换呼声 送给来自泰国的勇士 太阙王考克莱 考克莱绰号战神 在厦门将有出场的这名 中国著名的搏击运作员 他的绰号是死神 他在台上是死神 时尔优雅 时尔是优雅的绅士 时尔是粗犷的暴军 总之和他对阵的每一位选手 都败于他的拳下或者脚下 他这武林峰截止目前 超过二十场 唯一不败的运动员 二十四战全胜 我们有请死神 方便 公元二零一二年 汽车人大黄蜂被邪恶势力所控制 地球 非在旦复 大黄蜂大黄蜂 方便 身高一百八十四公分 体重八十公斤 擅长技法 腿法 必杀技 组合拳 武林峰战绩 二十四战全胜 六次KO对手 战绩罕见 是武林峰战绩 继续为止 唯一一位 保持二十四场 连胜技术的运动员 资料传输完毕 执行任务吧 大黄蜂 OK 你是二十四场连胜的方便吗 是武林峰战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方便 死神的连胜功效 除去收获 除去收割 他收获的 除去希望 他收割的 是永世的荣誉 战胜对死神 比赛现在开始 上人们的帮助 你为了 与连胜的事 与连胜的战胜 与连胜的战胜 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二、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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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要控制一下 好了 漂亮 方便利用拳法 今天我们觉得这个考克莱 好像是被打磨了一样 对 他现在反应显得有点木讷 漂亮 双方稍微迟疑 就在这迟疑之间 突然又一方爆发 我们看到每次在这对决当中啊 先出拳的总是 方便 但是 不要小看考克莱 因为他毕竟是 K1的冠军 这就是又是一个劈刮腿 正面的直立 举腿往下劈 像斧子一样直接劈进来 因为在中国运动员 同参加卓选拳比赛里面 第一局比赛五个万有明显的优势 接谁摔 应该说第一回合到现在 打的那个泰国的选手 比应是心不口服了 当然 在这个泰国战神 这个泰拳手面前 他也有一个戳号是战神 一定是不服摔 不服输 这种距离的镜头 我们说什么是英雄 英雄并不是说没有失败的 英雄是永不言败 永不放弃 希望这场中泰两国高手之间的比拼呢 能够上演精彩的巅峰对决 应该说第一回合 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强烈的火腰 而且比拼当中 中国的方便表现的可是威风霸面 继续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觉得今天这个可能是这个 你看 这个腿刚刚一开始我也起 以为他起的是高边腿 是一个下腿 结果实际上起了以后 趴到湖下 到中间啪的一下 湖下一下就到中间 正面直接往下飞 这是方便的一个杀手锏 但是我听他在气上 能被中国勇士方的一下 对 比腿的功夫的应该说 方便已经两次 采取任务 正面迎头盖脸的 批挂牌 打的对手 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 打的对手呢 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 防守的招式 而对手呢 也是采取任务 对手呢 是一种牵腿的战术 但是都被中国的选手方面呢 成功破解 所以这个高手比拼 高手过招之间啊 可以看到 就是要一体之长 打敌之短 这是真正的高手 打敌之短 打敌之短 那么刚才 孙米杰也可以提到 感觉到今天的这个 考特来呢 他的英势 到目前来讲 他比较比较闷 我想主要 还在于 就是 他的对手啊 也就是中国 选手方便他的能力 不强 或者是这个考特来 给方便一个假象 哦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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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们想要才把 马上这个 保护就是回来 漂亮 又准备拼卦腿 对 打得出来 打到现在啊 那个 方便的拼卦腿 已经不走什么边路了 直接就 中间就来了 因为他因为举腿的 节奏速度 太快 不需要有什么侧面远够 这是正面的一个 踹 啊 直接踹中路 我说的 现在 太阔选手 跑出来 这是背后 跳出来啊 别我放点啊 不要这种 楼抱 减少楼抱 空的手动 要减少楼抱抱 啊 对方想西部进攻 在防止西部进攻 最好的方法 一个是 用自己的手臂 全套下压 再一个呢 就是身体转出角度 然后对方的膝盖呢 攻不上 大家看 这么近的距离 在相战当中 连 杀手锏 这种主攻的武器 方便的 踢挂腿 都能够用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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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还没想到 方便在 从考虑的比赛当中 敢三次一日 这种 下屁腿都弄 对 而且方便在 狭小空间当中 越打越有信心 而对方呢 现在几乎得了 狭小空间恐惧症了 他在 每当距离 短兵相机下方下 他也难以发挥 太拳手的那种 优势 你看他的 西部的进攻 现在呢 也就是成了一种 形式上的武器 你要双方在军阵当中 没有连续进攻 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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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方面可能是在想琢磨着 我要靠我的各兵组 各种武器 既有大规模刹身性武器 也有常规武器 我既有长兵器 各有短兵器 我既有冷兵器 同时 我也会有 现在研制全新的 武器串落的 兵器 各种武力 全力 我全面封对对方 有力 我们说了两个人 像这种太拳比赛就残暴 这种残暴下 他又转了 两圈 你紧张点 是吧 在我们这个比赛当时 不允许的那种 毕竟是这个 打打 不错 我自己是为了这种毕竟 对方呢 心理速度还是不错 但对于方便来讲 现在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和对方啊 近距离缠在一起打 因为地匹性对方呢 更适应于太拳那种残打 而且呢 善于西部那种近距离的进攻 拼毕竖 我觉得对于方面来讲 没有必要 因为对方 这个毕竖啊 没有掏出来 你的长兵器过去 哪怕像的当中 我跟你拼刺刀 也不让你把毕竖晾出来 今天我觉得今天方便 在前两局比赛当中 之所以敢 多地运用这个下去 因为考格兰身材比较好 更方便一些 所以他也充分的赛肩 看了考格兰的 在比赛的错误录像 对他有真心的研究 对 你看那个 对于方面来讲 他的 腿部的柔韧性 啊 起腿的这种速率 幅度和角度 都非常好 而且他这种 为什么我们叫披挂腿 连披在挂 就像一面斧子一样 从中间迎头就砍下来 这种杀伤力非常强的 这个真有点 当年刘海龙是披挂的那种特点 你看 这种批挂鞋的动态 展开第二次 如果说的第一回合刚开始 还有点尖腿的意思 要掩护的话 到现在第二局开始以后 方便已经可以说 有恃无恐 直接正面单刀直入 双腿的 你现在看来 这是正在北京的 科技大学体育馆内进行的 鲁运动的 跨年的 巨线 也是功夫的盛典 由八位世界顶尖的高手 四位中国四位来自四大洲的高手来比拼 到现在筛出两张等一回球决赛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间的梅花建筑 同样引起我们眼球 让我们兴奋的明星对抗赛 考特来全泰国的泰拳冠军 体重八十公斤 一米八零的身高今年二十九岁 方便同龄也是二十九岁 身高一米八零 体重八十公斤只是身高比那一手 稍稍高了三厘米一米二十 漂亮 一个歇斯白尾 接着抱腿提起来 漂亮 这有意思 克劳斯 考特来考特来 他有一个加强低潮子的力度 这次是考特来的先发力 那么 方便呢 也是自己重心不稳 跌倒 但他还从这带着这一方 一起先后倒地 漂亮 我觉得方便还有权就说话 对 权就说话 不要给对方这种暴残 因为你这个前准备帮助后手 重点要重点力量要给对方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 方便现在主要的事情 要在那个二零一三年 河南卫视第一个激动人心的凌晨 给全球给五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观众 一种震撼 什么是中国功夫 中华男儿是什么样的精气神 那在比赛里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按照一般的竞技比赛来讲 这时候对于优势明显的方便来讲 完全可以采取打就跑 游击战口 但那不是武力云宫的风格 更不是方便的选择 今天方便选择就是和对手证明对话 勇往之前靠实力吃话 今天方便真是大疯了 有下批转身后 他现在还缺少一个转身的变成动作 把你所有的技术 在近面的迷你近面的发布 让他越大越开心 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他的境界 对 关键我觉得方便的最后是要注意防守 要注意特别保护自己的下额 帮助对方重拳 要知道他今天面对的是考课来 世界国际冠军 双方同时倒地 忽不得分 当然我们讲忽不得分是任外武力风的比赛里面 是采取扣分的 忽不扣分 双方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轻松的心态 看来今天死神方面要把战神送进地狱 对 要知道这种态度发展下去 因为这样 现在方便即将取得二十五连刷 可以现在这样说 这 比赛要最后的时间马上进入到倒地时 一级操作百拳攻击 攻击的时候 又一级后手之前 交叉拳打出来 对手出拳太低 紧跟的西部刚才呢 已经是有一次进攻顶到了 中国选手方面的 明显是打到了他的旗下三次的位置 倒地时最后十秒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时间到 因为方便太重要 他能够我一赢 最后的十秒钟 有走着逗你 逗你完 死神方面 二十五场连胜 二十五场连胜 中国武士方便 在这场功夫比拼当中 笑到最后 威风八面 方便我看到了一群美女 美女为你欢呼 还有很多观众想为你欢呼 他们一直没有一个整齐的带领 来 一二三 方便 很多和方便对阵的外国拳手 一开始无论如何的绅士 但最后总会恼羞成怒 因为方便的战术是 他打得到你 你打不到他 最后也导致对方 在摔倒的时候 能够骑在方便身上 待一表中 即你是一个安慰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员 三十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员 三十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员 三十比二十九 比赛结果 红方胜 有请颁奖嘉宾 河南卫视总监 徐涛先生 为方便颁奖 感谢徐涛总监 众格方便 二十五加全上了 三十六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